創科局长施永恒被问到会不会强制市民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 他说不会排除任何可能性 应用程式推出了6天,有多少人下载呢? 政府未有数字,究竟有多少人知道这个APP呢? 陈志永去商场看过 用了90几万研发的安心出行APP,推出了6天 政府说有万二间公司营场所参与 提供QR Code给市民数 我们去了其中一个参与的商场 在商场的地下门口有得掃 15分钟外 没有人拿手机出来掃,都是碰行碰过 终于有人走过去 但他掃的QR Code是商场活动 看都没有看过旁边的安心出行标志 你知道什么来的吗? 政府的防疫那些 有什么用吗? 安心出行吧? 这个?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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?这个?这个?是这个? 很小的 好像是商场的推广活动 手捏一下就看温度一下有没有看温度 自己的手机去掃描二维码 自己的手机? 那你跟着才知道 没有装过 为什么不装? 个人私的问题 没有了解过? 没有 因为他虽然说是在手机安装 但我觉得我没有这个需要 不过就算入口有得数 里面的食肆都不一定参与 但是地下那一层 很多家门口都不见有QR Code 实际上去了哪里吃东西就没得上载 确诊者如果来过就要靠自己的记忆了 隔壁天桥 我们先去另一个商场看看 这个窗口位置都有个QR幅数 不过就这样看 好像几小张 进来的时候就未必会留意到 先拆一下 好 他特意来找 没有易用 我第一次用 不过用不用这个APP 都是自愿的 迟些会不会强制呢? 抗疫这个环节 我们做得更加紧 我自己不会排除任何可能性 如果有需要 我自己作为创新科技局局长 我一定会推动多些的科技 可以协助到 譬如刚才说强制才可以用得好 有市民大众的支持 我们就做 他说强制用的话 可能会在高风险场所做先 不过都要先问专家意见 有线电视记者陈志永报导